英国面临分崩雷席,中国却另有收获 这一次六国代表做出了重要承诺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卢中诚 欢迎关注本期中诚Talk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六个国家的代表做出了重要承诺 英国正面临一个艰巨的挑战 按照美国媒体的话来说,存在着分崩雷席的危险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方面,英国新任首相特拉斯在大多数人眼里 只是一个善于贴标签摆立场的摇摆政客 并没有能力来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 另一方面,英国女王的逝世势必会加速英联邦的分裂 眼下摆在特拉斯面前的除了经济问题外 还有两个必须解决的危机 一是北爱尔兰协定书的事情 二是苏格兰闹独立 为了解决第一个危机 特拉斯亲自前往纽约会见美国总统拜登 可美英领导人会谈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想必拜登也是有心无力 况且恐怕拜登关心的重点还是对抗中国 而不会是英国会不会分崩雷席 相比于英国当前面临的危机 中国却在纽约迎来了新的机遇 又获得了一份善意 前几天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 就在国际局势风起云涌的当下 又有六个国家的代表向中国做出了重要承诺 哪六个国家呢? 分别是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科威特 巴林 卡塔尔 和阿曼 这六个国家都是海河会的成员 也是全球重要的产油国 这一次他们集体与中国代表会面 意义非凡 他们代表海河会向中国郑重承诺 首先 他们表达了要与中国加强合作互信的期待 各国将继续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保障粮食、能源安全和供应链稳定 其次 海河会代表们表达了坚定的态度 坚决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并且绝对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线和领主完整 为此 海河会愿意在国际事务中 与中方加强沟通配合 维护和平稳定 最后 各国希望尽快达成中国与海河会国家间的自贸协定 助力双方更好的发展 毫无疑问 这次海河会国家的表态是相当重量级的 而且这些承诺对我们也非常重要 别忘了 眼下全球能源危机正愈演愈烈 而西方还在搞那套阵营对抗 非要分出个高低上下 而这个时候 海河会愿意表态支持中国 是冒了不小的政治风险的 更何况 他们身为产油大国 在手握重要资源的情况下 是很容易和西方达成合作的 然而他们依然选择了中国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奉行的多边主义 已经赢得了人心 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所以我们看到 这几个国家同时也对上河组织兴趣浓厚 其中沙特 卡塔尔等 更是已经成为了上河组织新的对话伙伴 这就是中国的影响力 一边是英国面临分崩利息 另一边中国却和众多国家谈笑风声 赢得了一个又一个国家的认可 这种鲜明的对比 足以说明西方那套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 已经是越来越不得人心了 而中国所推统的多边主义 则在全球各地开花 可以想象得到随着时间的推移 认同中国与中国展开合作的国家和组织 只会越来越多 中国所迸发出来的能量 将超乎西方的想象 好 各位网友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